但是我一點都不後悔 我的人生有跟他告白 就真的有說 我很喜歡你 那你呢那種的 就真的有說出這種 那你應該一輩子都忘不了他吧 忘...還好耶 因為現在結婚了 也是忘了嗎 我是不是不應該忘了 忘了哪開始 每次被他看到都是有點賞新聞 他說你又說什麼啦 老公不在嘴巴還是要小心翼翼 曾之橋了解女老闆系列亞洲嘉賓 邀請到鬼鬼無音節 兩個人除了在工作上 都很勇敢出擊 面對感情也是積極追求 掌控自己人生的主導權 我小時候有一段時間 工作非常不順利 對 然後 那時候我就常常祈願 生日的時候我就會祈願說 如果我在工作上 像我在感情上一樣勇敢 工作上 對 那我的工作一定就會 突破 所以那時候感情比較勇敢 我一輩子感情都 我覺得算很勇敢的人 對 所以我剛剛替你在自己的工作上 其實是相當大膽 那你自己 在感情上呢 你覺得 有一樣大膽嗎 一樣 因為我從來 可以有小故事舉例嗎 筆記拿出來 每次只要 只要對感情事實上 我有一個小時候就喜歡的對象 很小的時候 18歲吧 喜歡的對象 但過了10年 然後我還是很喜歡他 喔 哇你這麼專情喔 但跟他從來沒有交往過 嗯嗯嗯 我很努力的想要追求他 然後我也不想放棄 但是他 所以你表達了 但他還沒有答應是嗎 還是說你還在 他沒有答應的原因 因為當時他有女朋友 喔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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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他 但是我沒有做出什麼越軌的行為 但我只是覺得 嗯 後來這個就變成是一個很好的友誼 這是我小時候的瘋狂 小時候的憧憬 然後你也不會自己 拉不下臉 因為有些人 就是告白失敗就 我不會 我也是有被拒絕過 好勇敢喔 但我就覺得被拒絕 我就再找他下一個 我也有被拒絕過一次 但被拒絕我覺得挺酷的 我就每天哭啊 為什麼要每天哭 因為我太喜歡他了那時候 那後來有在一起嗎 後來沒有 但是我覺得我太小了啦 那時候 但是我一點都不後悔 我的人生有跟他告白 對 他是我人生 最具體有告白過的 真的喔 一個人 就真的有說 我很喜歡你 那你呢 那種的 就真的有說出這種 那你應該一輩子都忘不了他吧 忘... 還好耶 因為現在結婚了 也是忘了 等一下 我是不是也不敢問 忘了嗎 開始 名字都想不起來 好 但我現在還可以說 我記得那個人的名字 因為我還沒結婚 對啊 名字不知道三個字還兩個字 笑哭耶 不是 欸如果你這樣反應 如果沒有轉過來說 我記得 記得而且永遠忘不了 要死了 欸 好想知道這樣反應 老公會是什麼反應喔 還好啊 老公不會從裡面出來吧 沒有 因為我老公是個那種 很... 很難生的男生 所以通常我這個節目 他是不會看的 好險喔 尤其有新聞會直接 對對對 每次 每次被他看到都是 因為賞新聞 他說你又說什麼啦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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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